法国队夺冠,华币退款媒,调查发现,退款变退卡,套路还很多台海网7月19日讯,海峡岛报记者孙春燕今夏的世界杯,除了球场的人生鼎沸,中国商家在主赛场周围,商场,网络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营销轰炸,堪称一场小型世界杯比赛,作为法国队的官方赞助商,华币这家中国二线锄电厂商, 凭借法国队夺冠退全款的对赌市营销,实现了品牌的充分曝光,成为世界杯广告营销站的最大赢家之一,7月16日凌晨,法国队问点大力神杯,华币最终退款了吗? 昨日,导报记者走访了厦门多家家电卖场,一探究竟,事件退全款变退卡因发布满5月世界杯即将到来之际,华币放出了一大招,承诺6月1日0点至6月30日晚上10点期间,购买华币夺冠套餐的消费者,华币将按所购夺冠套餐产品的发票接额退款。 7月16日凌晨,法国队战胜克罗比亚,成功夺得世界杯冠军,华币随即宣布正式启动退款程序,这意味着,华币将在活动期间营销所得的7900万元,全部退还给买家,然而,就当购买华币产品的消费者,为自己赌赢了,而欢欣鼓舞时,不少消费者惊奇地发现,此次华币居然以退购物卡的方式退款, 而非退现金,这让不少消费者难以接受。 我6月14日网上下单买了一套夺冠套餐,当时并没有说明退的是卡,还是钱,但他们当时宣传的是退款,可当我要退款时,却被华币网上克服,告知,只能退等额网上商城的卡。 厦门市民局先生告诉导报记者,这不是欺骗消费者吗?退卡和退款不能化等号,调查线下能退款线上只退卡昨天,导报记者走访厦门多家家电卖场,相关销售人员表示, 以陆续接到部分消费者的咨询电话或当面咨询。 国美一家门店销售人员表示,此前国美门店有两款华帝电器套餐,都附有世界非法国队夺冠退款的协议,其中一款套餐是夺冠退500元,另一款是夺冠退全款。 消费者在购买这两款套餐时,都有签署退款协议,决赛后带着协议到国美门店就可以按照协议退现金,如果是线上购买的呢? 一位家电卖场人员表示,对此他们也很无奈,他们收到的消息是,线下可以退现金,线上只能退卡,就是京东退等额的京东一卡,天猫退等额的天猫的卡。 导报记者查看此前华帝发布的宣传图,在图片的最下面发现了一行很小的字,上面写着活动起则想寻华帝当地各中端门店,或各电商平台华帝授权店,也就是说,退款还是退卡,各电商平台华帝授权店说了算。 昨日,导报记者也向华帝方面进行了采访,但是对方表示相关负责人已经在处理相关工作,无法接受采访,业者玩这样的套路可不尝试。 但是事实上,华帝此前也并没有说退款的内容是退、现金,而且最终解释权归华帝所有,华帝只是巧妙地利用了消费者的惯性思维,在退款方式上打了一个擦边球,也正是这个巧妙的设计。 华帝不仅避免了退现金带来的现金流压力,同时又通过退卡,促进了平台商品的二次销售,从法律上讲,华帝没有违反对消费者的承诺,也没有构成违约行为,华帝已经成为了此次营销的最大赢家,完全可以少一点套路,多一点诚意,真正让利于消费者,这样不仅赢得了诚信经营的良好口碑, 而且又一次维护了正面的广告效应,有业者表示,虽然退购物卡比退现金更能节约成本,但这样的套路却间接地伤害了一部分潜在消费者,这对于华帝来说,无疑是得不偿失,运营人员,王远MZ015